这位姑娘 你身后的宋生秋 身系狂刀门和八仙堂的数十条人命 请姑娘万万要自重 我们只想找她问几句话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请姑娘切莫阻拦 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宋生秋昨晚 看下了八仙堂堂主圣八的手机 手段凶狠 十分残忍 我不明白这位姑娘 为什么会如此袒护她呢 你们误会了 杀人者里有其人 宋大哥是遭受陷害的 他也是受害者 诺盈 你别淌这滩火的水 宋大哥 别管我 宋大哥 你撑着点 这争气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 如今药草也没了 你可怎么办啊 药草 什么药草 与你无关 宋大哥 这位姑娘 请你不用担心 我们吴金门和玉小宫 都是名门正派 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是绝对不会趁人之危的 请姑娘放心地告诉我 宋盛秋为什么会这样 你又为何如此待她 这其中到底有何影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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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极门 无极门离这里 也就一点差的时间 你们二位可以到那里 先做休息 顺便避避风头 如何 不避了 恐怕这会给二位带来麻烦 宋承舅 我们无极门家传的无极宫 乃是专门调理内袭的 但回去之后 我教你便无极心惊 便可稳住那两道真气 使你不再受此折磨 请相信我 我是绝对不会害你的 那 请张大哥带路吧 好 两位请随我来 宋大哥还好吧 我没事 宋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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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呃 都进去这么久了 他们怎么还没有出来呢 不愧是长大哥的心法没有用 宋大哥的伤势加重了吧 不会的 不会的 宋大哥不会出事的 圣秋 你悟性高 天赋极好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掌握了第一层心法 你要抓紧时间练习 让体内的真气回归丹田 能气随心动就不会再发作病 多谢长大哥 不必言心 圣秋 你现在最要紧的事 就是修炼无极心法 不要让你刚吻下来的真气 又涣散了 那可就枉费我的一番苦心了 明白吗 长大哥 你放心吧 我不会辜负你的苦心 我出去看看 长大哥 宋大哥怎么样了 他现在还好吗 生秋体内的两道真气 已经被无极心法暂时稳住了 不会有什么答案 别担心 那就好 那他现在 他现在还在里面练无极心法 他那道被灌进去的真气 十分小悍 不易化解 幸好修炼得及时 再拖下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没事了 你如果担心他的话 可以到里面去看看 不过千万别和他说话 要是影响了练功 那可就麻烦了 知道吗 诺颖明白 谢过长大哥 不必言心 不 诺颖刚才实在无礼 都给长大哥海涵 而且还在为难时刻仗义相助 要不是你 宋大哥都不知道 能不能躲过这一劫 对 如此说来 诺颖应该多谢长大哥才是 万物能这么说 也未免太见外了吧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不正是 侠者本色吗 再说以后我们就识自己人了 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诺颖明白 那我现在去看宋大哥了 去吧 你不认真是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呢 在你抓住她的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你刚要碰她竟缩了手 你是害羞啊还是欲擒故宗啊 花弄影 花弄影 真是人如其名 国色天香 貌美如花呀 且重情一时大体 真是太完美了 本门主 自为花丛浪死了 但是能够败到在花弄影的石榴裙下 我也愿意啊 就你这张嘴啊 说白了不就是风流成性 见一个爱一个吗 难怪你竟然将家传的无极心金 交给宋生秋 你想让花弄影对你感激涕零 日后更有理由接近她了 园掌门十分聪明 但还是差了一点 你只猜对了一半 另一半你绝对想不到 你的心思我怎么猜得出来 你就直说吧 天下人只知道 我无极心法是刚柔并进 却不知道这其中另有奥妙 我现在交宋生秋的是第一层心法 没错 确实可以将她体内的真气稳住 但她为了保命 必定会再继续练习 无极心法的第二层 第三层 等她练到了最后一层的时候 她那两股不同的真气 就会开始互相排斥 到时候 这 到时候怎么样 到时候 宋生秋的体内 就会形成一股质柔 质刚 难以克制的真气 定会令她七孔流血而死 到时候能够救她性命的人 就只有我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宋生秋杀了圣霸 是她杀了狂头们几十口 这是血债血偿 难道她不用还吗 可是花弄你 不是说宋生秋是被栽赃的吗 如果是宋生秋骗的呢 如果宋生秋从头到尾 就没有对她说过实情呢 花弄也一直在被她欺骗呢 再说了 武林人士和朝廷都在追杀她 她的性命可是握在我的手里 逼她交出仙侠剑 她能不交吗 你看着 如此一来能够得到仙侠剑的人 到时候非我莫属 长熙啊长熙 我算是服了你了 你的心真的是太狠了 还好 真有此事 是 是 大人 你看清救她的人的相貌特征了吗 衣服有什么特别的吗 回大人 小人看得很清楚 她的剑上分明写着 无极门三个字 无极门 无极门 难道是长熙那个花花公子 不管是谁 反正今天让她插翅南飞 汪大人 麻烦你迅速安排人手 我们这就去包围无极门 下官遵命 韩风 召集我们所有的人马 去无极门抓人 是 谢谢你啊清儿 我自己来就好了 不行啊花姑娘 闷珠有吩咐 让我尽量满足您的一切要求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还是让我来吧 不用了清儿 没关系的我自己来 好了花姑娘 别争了 我在外头都听到了 熬药的工作也并不难 你把它交给清儿熬就可以了 清儿非常喜心的 可是 别可是了花姑娘 你才刚来无极门 熬好这副药也需要一段时间的 这样吧 让清儿熬药 我带你到无极门四处看看 参观一下 如何 如何 你不要担心 我会叫清儿好好看着这个药 不会有事的 你如果还是不放心的话 这样吧 我就吩咐他们 等这药一熬好 我立刻来通知你 不会耽误你的事 这样可以吧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无极门的藏书阁 这里好多诗集经文哪 长大哥 你一个习武之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儒家经典啊 难道你想去考科举吗 不是的 虽然我们无极门是江湖门派 但其实也算是个书香世家 你看 这么多的经史子籍 其实都是我们家历代祖先 传承下来的 我自幼耳濡目染 自然对这些诗词 也颇有研究 真的 真的 这诗文之美 常常令我留恋其中 手如柔蹄 肤如凝枝 领如球棋 齿如护膝 擒手额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真的好美啊 其实这首诗 可以说是特别具象的 细致地描绘出了一个 美人的外貌 不过我认为 花姑娘 其实 你比这首诗写的美多了 常大哥谬赞了 弄用哪比得上啊 是你谦虚了 这首诗 它只是形容一个人的外貌 但是我欣赏你的 可远远不止这些 在我心里 你不但人美 心地更美 所以 这世上除了你 没有别的女人 能走进我的内心 张大哥 那个是什么 这个呢 是我们常家的女友 每一尊女友背后 都有许多奇特的故事 你想听吗 好像有些面熟 可是又想不起来 这个地方 是我们常家的祠堂 这一尊尊的女友 代表着我们常家的历代祖先 你想 在最上面的那两尊 是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 那个呢 是我的祖父 祖母 叔叔 婶婶 但是他们每一对之间 都有很动人的爱情故事 你瞧 这一对就是我爹和我娘 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更为精彩 你想听吗 我爹第一次见到我娘 就爱上他 可惜我娘 当时已经有心上的了 我爹呢 就苦心追求 却总是被我娘拒绝 这人事啊 我娘为了让我爹死心 还出过很多难题呢 我娘为了让我爹死心 还出过很多难题呢 我娘为了让我爹死心 最后我爹 常愧在我娘家门外 终于获得了我娘的帮金 但由于我娘付了他人 因此受到对方的责难 我爹为了让对方罢休 自酝酿对方解分 还不还手 一次我娘大病 我爹就连夜带着她 寻放明医 不辞辛劳地照顾她 常伯父 常伯母 真的是一对神仙眷侣 羡煞旁人 为什么这个尼偶是落单的呢 这座尼偶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因为这座尼偶就是我 你看我独自一个人坐在这里 如果旁边能够有另外一座尼偶 陪着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寂寞 这样看上去还挺般配的 不知哪位姑娘能有这福分 跟常大哥在一起 草色轻轻 柳叶花 桃花立乱 里花香 城边流水 桃花过 莲外春风渡若香 木莫芙芙芙芙芙花 山中发红蛟 古人常常把自己的情感呢 寄行于诗中 我喜欢诗 也喜欢他们的情感 弄影 刚才那尊尼偶 便是我想着你 照着你的容貌和样子 给捏出来的 常大哥 你太会说笑了 弄影何德何能 谁在无福销售 我不是跟你说笑 我是认真的 就像诗人一样 把美人鼻冲一朵花 和你相比 再名贵的牡丹 在相的兰花 在我眼里 都得弃如碧弃 常大哥 你这会开玩笑 弄影怎么能跟牡丹兰花比呢 弄影才说学浅 如果常大哥想吟诗的话 还是另请高明吧 怎么我说得这么认真 花姑娘还以为我才开玩笑 看来我得发个毒誓 让她明白我是真心的 常大哥 弄影 我可是一片真心的 绝对没有半句续言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 门主 花姑娘 药饶好了 谢谢你啊 我先走了 常大哥 弄影 弄影 你笑够了没有 你笑够了没有啊 不是 你说我能不笑吗 你刚才跟花弄影 那么真心表白 可却被她当作在开玩笑 你 你真是太丢人了 亏得我还想拜你为师呢 好 你尽管笑 你尽管笑 我看你能笑到什么时候 总有一天 本文竹一定会弄得花弄影 让你挑好 全都给我听好了 那乌姬闻所有的出口都给我堵杀 还有人出来 格杀无论 是 是 生兄 这第一层无稽心法 你已经练了好几个时辰了 怎么样 身体还行吧 多谢常大可关心 我体内的真气已经基本稳定 感觉与平常无异 那就好 生兄 找时间我再教你第二层心法 待你学会第二套心法之后 就能够将灌进去的真气化为己用 也能够真正地解除你的心头大患 刹大哥 你对宋大哥能如此仗义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了 诺盈 你别这么客气 你今天已经谢过我一次了 要是以后都这样子 我们每天见面你都谢我 我还要跟你说不客气 那不是在折腾彼此吗 常大哥 你真会说笑 诺盈 生兄 我已经命人准备好了韭菜 不如今晚我们好好吃一顿 门主 我大事不好 怎么了 杜都府与修罗门的人 将无尽门团团围住 现咱们半个时辰之内 将送生丘交出去 否则就一把火烧了无尽门 佛与修罗门的 东西 你说这有什么爱事吗 我没有想要 长大哥 可否听生秋一言 你说 都督府和欧阳玄 要抓的人是我 如果你把我交给他们 他们自然不会再 迁怒于无济闻 宋大哥 你又不可以这样 你出去会没命的 哪怕我没命 我也不想连累任何人 这段时间和你在一起 宋大哥真的很开心 长大哥 生秋可能无法报答 你的救命之恩了 还有弄影 就拜托你了 长大哥 弄影求求你了 再救宋大哥这一次吧 不要放他走 华姑娘 你别担心 我既然答应要救生秋 就绝对不会半途而飞 更好换我身为无疾门门主 要是连你们二位 都保护不了的话 我还有什么脸 在江湖上昏 你们放心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过来一下 这样 说吧 不是 怎么你的脑袋里 除了女人和馋主意 就没有别的了吗 你知道外面埋伏了多少人 没有上千也有上百 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人家一掌就能把吴姬门给拍扁吗 我可警告你啊 瑟瑟头上一把刀 这刀要插也是插你 可别插到兄弟身上 我说你啊 我做事情是有哪一回不留后路的 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你就帮下操心了 生兄 我知道你是替我们着想 不想牵累别人 但是如今你们身在吴姬门 我又是吴姬门的门主 自然不能让你们二位受到任何伤害 你们放心 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 还有 等会儿无论外头听到任何风吹草动 无论多乱 你们二位千万别出来 外面那群疯狗我来对付就行了 长大哥 袁大哥 长大哥他不会出事吧 出不出事 他自己心里有数 得以我 承认你们 你们去逛 那群疯狗我 你正常 你这首 去哪儿 吗 你这人 你这儿 我这儿 我这儿 你这儿 我这儿 他生性好色 与宋春秋又素昧平生 就算是为了仙侠剑 也犯不上冒着灭门之险去帮他 你们等着瞧吧 欧阳少主 这么晚了来我无极门 不知所为何事 长本主 宋春秋人哪 宋春秋 宋春秋怎么会在我无极门 你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长本主 你可别跟我们说笑 牙医们看得很清楚 是你把宋春秋带走的 你要是不乖乖地把他交出来 就别怪我们今天晚上 把乌籍门给灭了 苍校尉说话别这么冲 没错 我确实救过宋春秋 但我还没有来得及 和他说话就让他给捧了 所以我并不知道 宋春秋现在何处 长本主 你觉得我们有那么好骗吗 几句话就像把我们给打过了 你是不是花酒喝太多 脑子有问题了 本门主绝对没有打发各位的意思 但是宋春秋确实不在我无极门 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我无极门大门敞开着 你们尽管搜 如果让你们搜到了宋春秋 本门主随意听你们处置 但若搜不到 还请各位环武的清静 早点回去休息 不要再骚扰我们无极门了 苍聪哥 小心有诈 谁是诈的 伙阳轩 你们个个认定我 窝藏朝廷要饭 现在我无极门大门开着 让你们进去搜 你们又不搜 偏偏让我交出宋春秋 怎么 你们是故意找我麻烦似的 无极门 方圆 百里 我们都已经搜过了 他要是不在你这儿 还能在哪儿 欧阳轩 这就是你和你的手下无能的 你带着这么多人 却找不到一个宋春秋 现在竟然还耗着脸皮 来我这边要人 要搜就搜 别浪费本门主的时间 少主 既然长门主一再强调 宋春秋不在里边 那就让属下 带人进去搜一遍 探一下无极门的虚实 少主还没说话 你别自作主着 既然如此 雷洛沙 你就带一部分人进去了 跟着长门主转一拳 看他到底在耍什么话证 一有消息立刻来报 是 少主 无极门内部情况不明 还请少主派属下一同前去 不必了 以防万一 你留下来保护少主 我去去去回 不会有尸体 你们几个跟我走 是 也就 长门主 那就有劳了 务必客气 里面请 长梦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要找宋生秋吗 我无极门四门大开 要找他 请逼 你们两两一组 给我仔仔细细地搜 是 我得出去看看 苏大哥 不行 你冷静点 长西既然叮嘱过 让我们待在这个地方 不要出去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如果贸然这么闯出去的话 岂不是弄巧成拙了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一定要出去 苏大哥 我跟你去 长大哥 苏兄兄果然在死 长盟主 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 苏兄弟 待我杀处重围 将此事禀报少主 长盟主 我可是叫你们先别出来吧 我在里面实在不放心 我劝你别再做无畏的挣扎 否则立刻让你人头落地 长西 你个混蛋 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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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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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前面怎么挤了那么多人 路不通啊 你们给我听着 校尉大人在无极门附近 够拿江阳大盗 凡是通往无极门的道路 禁止任何人通行 发现可疑之人 定要严加盘查 尤其是那些江湖人士 以免坏了大人的正事 明白吗 是 是 各位父老乡亲 这条路已经封了 今天晚上禁止任何人出入 你们还是明天再走吧 咱们急着去找人 现在路有不通 看来得硬闯啊 算了吧 现在天色已晚 闯进去 这黑灯下火的去哪儿找人啊 不如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 前程赶路 以咱们几个的推价 追个总生秋还难吗 金大猫 你怎么看 你爸 那今晚 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息一宿 喝几重好酒 休息休息 再说吧 既然如此 咱们就走吧 我看呀 今天是没办法了 明天吧 就是什么 没办法 走啊 走啊 封住这条路 也许是一件好事 至少可以拦住 想找宋大哥麻烦的人 但是 这也耽误了我找宋大哥的时间 看来 也只能硬闯 走 已经办了时辰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会出事吧 我会出事吧 师兄 我们门主说了 谢你在一个时辰之内退兵 否则的话 我们就把黑罗煞救地出绝 师兄 好 欧阳公子 这就证明了 宋承秋在里面 还不赶紧动手 咱们可不能 错过这个机会 少主 请您先救我师兄 他对你一直忠心耿耿 不能让他送死啊 你过来啊 师父 你还认得我这个师父啊 刘千一放行就走了 害得你娘差点没急死啊 还逼着我出来找你 好了好了 找到你了 咱们回去吧 走走走 师父 我现在还不能跟您走 我要去找宋大哥 等我找到了他 我就带他一起回去 那臭小子命不久矣 还找他干什么 白白浪犯时间 你别惹祸上神啊 咱们走吧 师父 您为什么这么说 您见过宋大哥了 这个大家见是没见到 不过我这一路过来 这 看那很多人围在无敬门外面 就喊着 让他们交出宋生丘 要不然就放火烧了无敬门 这这这双全难敌四守 我看见宋生丘肯定死定了 发生这么大的事 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 等等等 你又要去哪儿啊 我去救宋大哥 宋大哥有难 我怎能坐视不管 这这这 是你没听清楚 还是我没讲明白啊 单枪配马一个人去 你卵击石 还救人呢你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要是宋大哥有事 我就跟他一起死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这是兜了八辈子没了 受了你这个徒弟 是不是 我把你救了宋生丘 你就跟我回去啊 是 是是 欧阳少主 我看这样吧 我带兵宫进去 你先营救你的手下 少主 请你务必救师兄一命 白洛莎 我知道你对黑洛莎情深义重 但是宋生丘说我先挟贱 还伤了那么多条人命 捉拿他绝对不能分散半点兵力 少主 你的意思是 我最痛恨被人威胁 要是连一个手下 都舍不得牺牲 我欧阳轩怎能成大事 弓箭手准备 不要 放箭 师兄 不要啊师兄 给我放箭 师兄 师兄 走 门主 门主 欧阳轩不顾人之安危 竟然还放箭射杀了他 献他正派兵破门 马上就要攻入无尽门内 想不到欧阳轩竟然如此狠毒 连自己人都杀 看来这回你的如意算法是打错了 现在咱们是起虎难下呀 直到如今 我只能亲自动手 宋大哥 好 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 给我活捉长息 血洗无击门 上 是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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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找死 我给你 护彩 不忍 一定要抓住素生丘 上 上 好 师兄 师兄 你醒醒 师兄 师兄 为什么 为什么要救我 从小到小 都是你来保护我 这次换我来 保护你爷师兄 滚过我 不要说话 走 我带你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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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师父 我要去救人 救什么人哪 救救救 救你这半平素的功夫 我告诉你 你不是救人 是被救啊你 我没时间打理 我不会扯你后腿的 一二三 我告诉你啊 你就乖乖待在这儿 等会儿呢 我就把宋圣青交给你 乖 我猪 我不会没有 老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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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快 又不是 快 我们大家往里边退 照机会逃走 好 走 快 不好意思 你认识他吧 宋星秋 招死你 干嘛这么说 大听个人吗 你要找这个 就给他陪葬吧 好 我 忘了 过来 我 不 快 快 快